我们今天就稍微到的有一点晚 但是后面会好好安排一下时间 每天会早一点租车 就可能五六点钟就找好停车的地方 然后现在车上东西也是完全没有你合适 得用一用才更加合适 所以今天就到这个小树林这边 显示是还有开半个多小时 也没有特别远 那片小树林其实也挺适合录影的 就是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小树林这边了 现在已经就是规划了一下 他把这个土路也给弄了一下 刚刚那边又有那种标准的停车位 对他说可以就让我们开到里面 里面是草坪 那边就可以停房车什么的 我记得我们以前几年前来的时候 这边就是随便能停的 当时是没人管的 那现在是露营的话是收费40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那边还有卫生机 那边有人 对他刚刚就说那边有两个人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位置停车了 然后在这边把这个天幕给搭上 我们打算搭一个车边天幕 然后挨着再搭一个帐篷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天幕下面吃饭 这个天幕还没有用过呢 其实我都还没有看过 这个天幕打开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边天气也是超级好 反正上面有特别特别多的星星 现在天幕已经搭好了 这个灯确实亮啊 这片都已经照亮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帐篷也给搭上 我们在出门之前专门订了一个这个布 虽然说它是可以不用这种垫子的 但是我们还是想垫一下 免得损伤到帐篷呀什么的 或者把帐篷弄脏了 对 垫一个吧 嗯 垫一个 然后它四个脚的时候 到时候打滴滴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打住 好 把这个帐篷给提过来 这个是我们算是第一次正式的打帐篷啊 对 上次去到公园里面 现在就是试了一下 今天晚上就要正式的用它了 好了 现在就来搭这个帐篷 我们就先这样把它给滚过来 然后可能得两个人稍微一起理一下 弄一下它这个方向 这个拖在这边来一点 然后对齐就方便了 我这次买了一个电动打气泵 这种打气泵其实不一样 它是专门打那种讲板的 打那种皮划挺的那种 又高压的 它可以设置气压 如果用那种普通的小的冲气泵 这个是打不起来的 因为这个要打了7个压区 对 然后用我的这个帐号户外电源供下电 就用这个小的这个 其实我买的时候这个接口是不匹配的 我是把那个手动冲气泵上面的这个给弄到这上面来了 改造过来的 对 改造的 不然这个头不匹配 然后就用这个户外电源 这样就非常方便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个小的 就是随时可以拿到边上来用 对 你就不用专门一定要找到车子的某个位置才能用 对 对 这边设置这个压力 可以电 先给它打到5个压 对 然后把两边都成型了 然后再去加压 这样就不用管它了 这样就不用管它了 嗯 它慢慢慢慢就会起来 就会损利很多 不然在这边高原上 人力打的话还是有点累的 哎呀 刚刚这个进出口弄反了 它有两个口 一边吸一边出 我刚刚一直在往里面吸 哈哈 第一次用不熟练 嗯 因为它那个上面标识是英文的 黏这个 我就不用自己去手动了 黏黏鞋了 已经有反应了 这个还是很轻松的 我们主要就是考虑轻松 还有一方面就是 在硬化地面上也可以搭这个上方 这个还是打得非常快的 然后它运行的那个高压往时 一直会大一些 这边高历是50多万 好了 把这边打上 然后这个帐篷一下就撑起来了 然后待会再把防风绳什么都弄一弄 两边打了之后 然后再给每一边稍微补一点压 把这个门给卷起来 然后挂一个灯到里面去 幸好带了两个灯啊 嗯 之前我都没想到这个情况 然后这样两个灯的话 帐篷里面也亮着的 那外面你想搭个天幕也是亮着的 这样还蛮合适的 好了 现在帐篷已经完全弄好了 哎呀 这个电弄的就方便太多了 很轻松 但是我说实话 这个其实还是没有手动的打得快 嗯 稍微有点慢啊 对 但还好不用不用费神气 把那么劲嘛 是吧 嗯 就是多花点时间也还好 嗯 然后在帐篷里面再挂一个灯 哇 这个小房子太有感觉了 虽然说现在没什么风 我觉得还是把防风绳也给拉一拉啊 对 还是拉防风绳 嗯 还是养成习惯 每天给他拉上 现在把地钉给打上 虽然说现在完全没有风啊 但是就怕万一晚上变天呀 或者明天 突然起风了的话 会不会把我们吹飞呀 而且搭上这个防风绳 感觉更好看一些啊 嗯 这个楼客的充气帐篷真的是太好看了 就是一个小房子 然后就特别有家的感觉 其实搭着还是蛮方便的 嗯 我现在一共打了8个底钉 然后其实它下面啊 还有4个角都可以再打一个的 但我觉得也可以不用打 对 也没事的 这几个拉着就很稳了 好 我们把床垫啊那些给放进去 然后把座椅板的拿出来 开始准备吃晚饭了吧 我说是吧肚子有点饿了 然后今天还是我过生日 是啊 还是挺有意义的嘛 第一晚露营 挺不错的 现在小房子里的灯光打上 哇 好温馨的感觉 然后这些其实蛮方便的啊 这东西扔在那就不用管了 我们就干别的事情就可以了 OK 不用管它了 嗯 搞定 把这些东西都给摆好 然后我们就准备吃饭了 哇 真的好温馨啊 马上就会更温馨了 就是感觉看着就和一个家一模一样的感觉 把这个氛围灯可以点上 对 可以哈 好 我们这里面就算是这样子吧 然后把那个奥里和利奥给放进来 对 然后我们在外面吃饭 可以哈 我们现在就准备把桌椅搭出来 然后就可以开吃了 我刚刚看到我们在搭帐篷的时候 两个狗狗已经睡着了 他们睡得好香啊 待会可以让他们就在帐篷里面待着 帐篷里面也比较舒服嘛 我们就在外面坐着 哇 现在这样弄上真的是越来越温馨了 我们当时只是白天的时候试了一下嘛 就晚上更好看了 对啊 晚上都再加上这个灯光效果 看一下 刚刚我开了车门 尿都没有醒 睡得好熟啊 妹妹倒是醒了 乖乖的坐着啊 先把两个狗子给安顿好 好点的话还在关笼子里面 尿你就乖乖在里面玩哈 嘿嘿 我们可以准备吃饭了 今天晚上吃烤肉 你可以把这个给套上 这个是一个床垫罩 对 因为这个踩脏了也没关系的 哎呀 这个太温馨了 把这个床垫的罩子给铺上了 下次的话就不用收它了 因为下次以后弄脏了嘛 单独洗这个相当于床单就可以了 就很方便 继续铺着吧 等会再弄 我们先吃饭 真的好舒服呀 太舒服了真的 哈哈哈 好温馨啊 尼奥就趴在那里休息了哈 尼奥你趴这边来嘛 这边软一点 放东西了 嗯 你拿开吧 拿开我们准备吃饭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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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